中国最高法前常务副院长沈德勇被双开 沈德勇违反组织原则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 在组织寒寻时不如是说明问题 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 公器私用 纵容默许亲属 秘书利用其职务影响充当司法前客 此外 沈德勇丧失技法底线 执法犯法 靠案吃案 大搞司法腐败 权钱交易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处理 工程承拦等方面牟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中纪委对沈德勇的定性是 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组织纪律 连结纪律和生活纪律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且在中共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 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 应与严肃处理 有消息说 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的沈德勇 上周四被中纪委国家监委人员带走 沈德勇早年在江西省政法系统工作 担任过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厅厅长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中共江西省纪委副书记 1998年 44岁的沈德勇升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是当时最高法最年轻的副院长 2006年8月 中共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因上海社保基金案被免职 同年11月 沈德勇从最高法院副院长 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纪委书记 房间传言称 陈良宇在上海数大根深 沈德勇空降上海 主要是都帅上海市纪委配合中纪委查清陈良宇案件 被舆论视为学者型官员法院律师群体中颇有声望 2007年 习近平短暂出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沈德勇成为习近平领衔的上海市领导班子成员 同年11月 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后出任政治局常委 沈德勇则在第二年回到最高人民法院出任常务副院长 基深正部级行列 沈德勇是最高法的三朝元老 历任肖阳、王胜俊、周强三位院长 他在任职期间撰写 发表过多部专著和多篇文章 被舆论视为学者型官员 在法院系统和律师群体中也颇有声望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曾发文称 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苏荣等重大案件审判时 沈德勇都在一线亲自指挥 2018年6月 为满65岁退休年龄的沈德勇 卸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 一度引发外界猜测 他当时在最高法全体干警的办公平台上 发表了一篇离职告别书 称根据我的诚恳请求 中央决定提前一年左右的时间 免去我在最高人民法院担任的各项职务 此时此刻 要说一点点失落都没有 那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毕竟是壮志未愁身先老 主动选择退出 既是一种自觉 也是一种无奈 沈德勇说 我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坚守了18年 尤其是在常务副院长的位置上 坚守了创纪录的10年零两个月 这是一个难度不小 风险不低的岗位 我自认为基本上做到了立足岗位 守好本分 尽力而为 没有贪毒善权 没有媚上妻下 没有懒工伪过 他还告诫同事 作为一位司法工作者 尤其是作为一位法官 特别是作为最高法院的法官 我们既要尊崇有行的法律 尽忠职守 不越雷池 更要本着良善之心 正道之行 善待自己 善待他人 以自己的一言一行 让法治的公平正义之光 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政部级大员离任时 大多只在官方场合发表中规中矩的离职敢言 沈德勇通过网络平台发布离职告别书 在官场上十分罕见 有消息说 沈德勇辞举有发泄情绪之嫌 并受到内部批评 他的辞职告别书也很快从网络上被删除 2018年6月退居二线的沈德勇出任全国政协常委 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 本月上旬举行的中国两会全国人大 全国政协年会期间 沈德勇还提交提案 呼吁加快制定粤港澳大湾区民伤事实犯法